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礼拜 而讲道都是由议长牧师主持 在1643年在英国内战初期 国会议员爱德蒙沃勒密谋将查理国王重返伦敦 被判了长期议会 就此被称为瓦勒的阴谋 好特殊的名字 在圣玛格丽特的讲道上 被会议长的领袖约翰皮姆揭发 皮姆立即下令逮捕沃勒和他的同谋 可怜的爱德蒙最终为他的罪被放逐 有人跟我说下葬于教会的圣土流星了好几世纪 但坟墓真的如此受欢迎 我想说的是 他们还不如夜店 不管怎样 于19世纪中期 医生声称 坟墓下葬过多 雾着的空气会对诉讼意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教区在富勒姆路获得新的墓地 将圣玛格丽特教会的遗骨重新移植 再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的名人包括诗人约翰 米尔顿汤马斯坎贝尔 汉日记作家赛妙尔 佩皮斯 我必须说清楚 不是互相结婚 而是另娶他人 他们好像都不会再去把那个墓给捡起来 对不对 埋下去了就埋下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